《宋朝的明月》 这一轮明月之下 有中国美术史 上了黄黄巨彰画家们 用笔勾勒着团扇一山一水 时时千里一鱼一桥 幽远探博这一晕月色之下 有东方精致生活的比比 细腻一花一鸟 如梦如幻一周一界 须米乾坤团扇如月 他穿越一指风雅 却留下千百年的绝色春山与顶图 宋章叙李江亭贤跳图 宋一鸣李安中 青春叠系图 团扇又称公扇 团扇宋以前称扇子 都指团扇仙人心灵手巧 以丝 卷 零罗做扇孽 以木 竹 古之类做扇饼以扇坠 留苏 玉器做饰品 其样式月圆 腰圆 六角珠般仙人 以五色之墨 在上面上摸写心中之话 孤舟于尹 抱琴仿有琵琶出书 雪晴寒泉或是梦漫桃原 或是人间烟火 这一切如天上的明月 一样穿越无数个漆黑的夜晚 还是鲜亮 如初我爱这月色爱他的山水之间的静谧爱他 那花鸟之下的精致 更爱他人物之间的古眼 作看云启图 南宋下归秋楚文秦图宋 一名琵琶山鸟图宋赵集 碧山干雨图 南宋赵伯处春有百花秋有月 下有凉风东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宋会开禅师两宋之十有月体化之功底传神 因文人画之清雅趣味团善也于此时 大放一彩成为帝王和文人的珍藏那些画作之中 为我们留下了宋代的人是理性的我 我们说字 如其人而那些传世的宋画里 正是一个时代的审美荡国 幽远 清湛如这些画中永恒的月色 他们流转在每一个春夏雨 秋冬西山水歌图 宋李松松湖调隐湖礼堂原路图 北宋一元集水光雁雁情方号 山色空蒙于一期 苏日隐湖上出秦后与山水 是中国人永恒的归属吧 这大概和我们的哲学有很大的关系 制着乐水 人者乐山这亘古不变的真理 与宋代人也不例外 而在今天的人们而言 山水赤阴 更是一种奢侈而宋代诗人笔下的山水奇景 透露着淡淡的哲理石而深 石而浅静静地随着月色流淌在时间的寄雅里 林柳府秦湖下归梅西放铁图 宋马远宋长桥卧波图 野花山鸟英相笑 依旧归来无意前 宋方回春日小园 宋代是典雅端庄的如此系一般宋代 是清理无俗的如此张一般而大宋的另一种极致 就是团扇之中的野草咸花 无论是文人还是画家都将他们付诸笔墨生活之中的草木花鸟 约然于纸上而活色生香花绝美 鸟灵动向极了千年之前 那若隐若现的明月光 宋洪辽水禽图宋碧陶图 宋葱菊图 如果给你一次穿越的机会 你最愿意回到哪个朝代有人喜欢大唐 那是诗歌遍野的国 路有人喜欢晚明那是声色浮华的时代 而我更愿意回到大宋那是华夏文化造极之事 去瞧一瞧 当时的月色 他一定美得不可方物 宋记写一名本文转字 《谁最中国推荐图书》 《论语大学中庸作者》 宋主席出版时间 2013年7月推荐语 《论语》 史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 由孔子的弟子 及其在传弟子编撰而成 他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 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 其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 伦理思想 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大学原位《礼记》第42片 宋朝成号 成一兄弟 把他从礼记中抽出 编刺章句 中庸原是小代礼记中的一篇 朱熹将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河边注释 称为字书 此次整理 即以朱熹的论语集注 大学张聚集注 中庸张聚集注为底本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